未转移的摄护腺癌治疗方式 针对局部还没有发生远端转移的摄护腺癌病患 如果年纪不是那么大 病人的身体情况还不错 可以考虑手术或者是放射线治疗 手术的治疗方式 手术的治疗是将摄护腺的组织完全做切除 那再把这个切除之后留下的这个尿道 还有膀胱颈来做统合 那同时再把两侧骨盆腔的淋发水做清除 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手术控制肿瘤的效果 还有能够得到最正确的肿瘤分析 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哪些 那手术后的一些并发症 包括常见的有尿湿剂 还有新功能的影响 那会影响手术后病人的生活病史 医师有改善方式吗 那清醒的是在文人导文西手术机器 辅助下面 医师可以藉由在导文西的精确的手术 能够在切除尿路线的时候 精细的把周围的神经 还有血管做保留 手术后一些尿湿剂的状况 通常在两到三个月之内 就可以达到恢复 最后要提醒大家 我们刚刚有讲到早期的摄物线癌 并没有症状 所以在早期的诊断 才能够减少摄物线癌的死黄率 还有治疗的并发症